各位冬奥会计在线的学员大家好 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九章第二节 耕地占用税法 我们大家知道耕地占用税法 已经经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 那么我们教材今年会伴随着耕地占用税法 立法过程中对政策的一些调整和明确 也做了一些微调 那在这里我们首先看 什么是耕地占用税 耕地占用税是在全国范围内 对占用耕地建设建筑物 构筑物或从事非农业建设的单位和个人 按照实际占用的耕地面积和规定税率 一次性征收的税种 它属于对特定土地资源占用课税 耕地占用税呢 就是占用耕地的时候一次性的征收 同时呢在这个概念中考生朋友们会注意到 我用红色标注出来的这几个字 是我们耕地占用税法实施之后呢 它新的耕地占用税法中明确的内容 也是我们去年教材中没有的内容 就是占用耕地建设建筑物构筑物 或从事非农业建设的单位和个人 需要缴纳耕地占用税 所以这里的建筑物构筑物 大家注意是立法之后 又进一步明确的占用耕地 做什么就需要交耕地占用税了 他进一步做了明确 好紧跟着纳税义务人与征税范围 耕地占用税的纳税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占用耕地建设建筑物构筑物 或从事非农业建设的单位和个人 等于在这里搞了建筑物构筑物 或者搞的是非农业建设 如果占用耕地了 都需要缴纳耕地占用税 而且纳税人的范围面是比较广的 包括了各类性质的企业 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 国家机关 军队和其他单位 也包括了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人 同时我们注意 耕地占用税的征税范围 它就包括了占用耕地建设建筑物构筑物 这是咱们今年耕地占用税法明确的内容 过去不是这么描述的 所以在这注意 或者从事非农业建设的 所占用的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耕地 那么都是需要缴纳耕地占用税的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明确一下 耕地的内涵和外延 很多考生朋友提到耕地的时候 脑海里出现的都是卖浪滚滚 稻花飘香的地方 但实际上呢 征收耕地占用税的耕地 是有着它的内涵和外延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 所谓耕地呢 是指种植农作物的土地 它也包括了像种粮食的地 以及菜地 原地 而我们常说的原地呢 它还包括花圃 苗圃 茶园 果园 桑园 和其他种植经济林木的土地 所以这里耕地的范围 不仅仅是种粮食的地方 所以我们大家呢 要注意 而耕地的外延 我们一起来看 如果占用鱼塘 及其他农用土地 建设建筑物 构筑物 或从事非农业建设 也适同占用耕地 应该呢 依法去征收耕地这样的事 所以在这儿 我们又理解成 如果占用了鱼塘 搞了一些建筑物 构筑物 非农业建设 也看作是占用耕地 所以耕地的外源 还延伸到了鱼塘 接着我们再看 占用林地 牧草地 农田水利用地 养殖水面 渔业水域 滩土和其他农用地 去建设建筑物构筑物 或从事非农业建设的 也是依照耕地占用税法的规定 缴纳耕地占用税 所以在这儿呢 我们看到耕地的外延 涉及到林地了 实际上前面内涵里面 也有种植经济林木的土地 那么在这儿更明确的强调林地 也包括牧草地 农田水利用地占了 也算占耕地 另外养殖水面 那占了这些地方去建设建筑物构筑物 或者从事非农业的建设的 都是要交耕地占用税的 2011年考过这么一个多选 根据耕地占用税有关规定 下列各项土地中属于耕地的 有哪些 选项A果园 选项B花圃 选项C茶园 选项D菜地 我们发现呢 ABCD都得选 都属于耕地反畅 接下来 耕地占用税的税率 计税依据和应纳税额的计算 首先呢 耕地占用税实行的是地区差别定额税率 而且呢 人均占有耕地面积越少的地方 规定的单位税额就越高 同时规定对于人均耕地 低于0.5亩的地区 这就属于人均占有耕地比较少啊 低于0.5亩的地区 省自治区直辖市 可以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情况 适当提高耕地占用税的适用税额 但是提高部分 不得超过税法规定适用税额的50% 我们先看到这儿 马上我们大家回忆 我们在上一讲 给大家讲城镇土地使用税的时候 我们也谈到 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税额标准啊 它往下也可以突破 往上也可以突破 但是城镇土地使用税 它的那个幅度税额标准 是降低有度提高报批 然后呢 我们大家呢 看一下 对于耕地 它就不是降低有度提高报批 来定那个耕地占用税的税额了 我们看一下这里先说了提高 人均占有耕地比较少的地方 它的提高 提高没有说报批 而是有度 是不得超过税法规定 适用税额的50% 因此我们大家可以这么记 城镇土地使用税降低有度 提高报批 耕地这样税呢 是提高有度 那么在这里呢 它提高的度 在耕地占用税这里是50% 这样呢 我们大家呢 呼应着去记 比较容易记住 接下来有一句话呢 是我们教材中表述 有问题的地方 就是占用基本农田的 应当按照适用税额 加按150%征收 这个呢 是属于根据这样税法的描述 不是加征150% 而是呢 我们加了以后 按照150%征收 也就是呢 你正常征收100% 我加了一个50% 所以加按50% 不是加征 有另外征150 是加按150% 大家呢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是属于按照 耕地占用税法规定的 明确的内容 那么老有同学问我说 你上课有的讲的 跟书上不一样 那如果教材上 和税法上就有冲突 我当然按照我们税法来讲了 因为考试它不可能 出的题和法相抵出啊 所以在这里 我们按照法来掌握 接下来 我们来看 在人均耕地低于0.5亩的地区 省自治区之下市 可以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情况 适当的提高耕地 占用税的适用税额 但提高的部分 不得超过税法规定 适用税额的一定比例 它提高的那一部分的比例 是多少呢 不能够超过50% 咱们前面复习的 城镇土地使用税是降低 那有一个30%的限度 耕地占用税是提高 有个50%的限度 我们大家呼应着来记 接下来就是 耕地占用税的计税依据 是以纳税人实际占用的 耕地面积来作为计税依据的 税额计算呢 耕地占用税 以耕地占用税 以耕地实际占用的耕地面积 作为计税依据 按照每平方米的土地 作为计税单位 然后再按照规定的 适用税额标准计算税额 实行一次性征收 一次性征收 因为你原来这是耕地啊 你占用它 它就变成非耕地了 你就征一次 以后它就不是耕地了 所以呢一次性征收 具体的税额计算公式呢 是纳税人实际占用的 耕地面积平方米 乘上适用的定额税率 接下来是耕地占用税的 税收优惠和征收管理 在这打了三颗星 原因呢 就是咱们以往年度 年年都考耕地占用税的 税收优惠 你看一下考题 年年都考 所以呢 这是我们考生 必须要掌握的地方 首先就是免征耕地占用税的规定 今年教材和去年 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所以在这儿 我前面就说要看新书 看新政策 做新题 在这里免征耕地占用税的 可能有一些学员还记得 我去年给大家 归纳的说 一个强有力的带着四个老弱病残 免征耕地占用税 他针对单位而言 前两条往往都是针对单位而言 你是不是要免征耕地占用税 而后续呢 我们看他往往针对的是个人而言 就第三条 而且往往和他建住宅有关 那么我们大家先不看第三条 先看就单位而言 前两条 军事设施 占用耕地 这就是强有力的 紧跟着 学校 幼儿园 社会福利机构 医疗机构 占用耕地 我立刻说话温柔了很多 因为强有力的后边 跟着我们不能说是老弱病残 而是呢 你看学校幼儿园 这是教育 然后医疗 这是医疗 我们说教育医疗都是民生啊 另外社会福利 这里的福利 可能涉及到残疾人 老年人等等各个方面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注意 强有力的军事设施 占用耕地 免征 跟着这套税 后边都是和民生福利有关的 教育 医疗 福利 所以教育 医疗 福利 然后我们大家注意 教育包括学校和幼儿园 因为学龄前也是教育嘛 所以在这儿我们大家很容易的 去记住了 免征 更据这套税 如果从单位机构角度来说 有这样的规定 紧跟着 我们从个人角度 以住房有关的 农村烈士遗属 因工牺牲的军人遗属 残疾军人 以及符合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农村居民 在规定用地标准以内 新建自用住宅 免征更据这套税 所以在这儿和住房有关 然后又和个人往往呢 都是烈士遗属 牺牲军人的遗属 残疾军人 符合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农村居民 而且是在规定用地标准以内的 新建自用的住宅 是免征更据这套税的 这样更据这样税的免税规定 是大家必须掌握的 今年在教材中特别强调了这几条 军事很好记 教育医疗福利 后面呢 针对的个人的 都是些遗属残疾军人 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那些农村居民 而且后面建的是住房 一定对比记忆 一和二说的不是住房 说的是那些单位和设施 三说的是住房 接下来 减征耕地占用税 考过很多次 铁路线路 公路线路 飞机场跑道 停机坪 港口航道 占用耕地 减按每平方米 两元的税额 征收耕地占用税 考生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减按每平方米 两元 这个呢 是建议大家去记住的 针对的都是交通设施 你看 铁路线路 公路线路 飞机场跑道 停机坪 港口航道 等于呢 水 路空 三个方面的交通设施 占用耕地 是减按每平方米 两元 接下来呢 是农村居民 在规定用地标准以内 占用耕地 新建 自用住宅 是按照当地 适用税额标准 减半 征收耕地 占用税的 说农村居民 占用耕地 新建住宅 而且是规定标准以内的 这个是减半 咱们前面还说了一个 建那个 自住的这个住宅 是免税的 那个说的都是一些 遗属残疾人 还有比较贫困的 农村居民 在这说的是 其他一般的 而且是农村居民 占用耕地 新建 自用住宅 减半 征收耕地 占用税 同时说了一个特例 其中农村居民 经批准搬迁的 新建自用住宅 占用耕地 不超过 原宅基地面积的部分 免征 耕地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比如说 这农村居民原来 他那个宅基地 是100平方米 他是有住宅的 但是按照政策 他必须要搬迁 搬到另一个地方 那他原来的宅基地 就恢复 这个耕作状态了 他搬走了 那么他搬走了以后 再给他的住宅 比如说 占用耕地是120平米 那么100平米 是他原有 原来住宅就有的面积 那么这一部分面积 就免税了 那么对于 超过原有面积的 他还超了20平米呢 那那20平米 减半征收耕地占用税 这个计算 大家要注意把握 另外 在依照规定 免征或者减征 更地占用税后 纳税人改变原占地用途 不再属于免征或减征 更地占用税情形的 就应该按照当地的 税额去补缴 更地占用税 在这儿强调 咱们前边可都说用途了 免税也说用途了 那个军事机构啊 教育啊 医疗啊 福利啊 咱们都说用途了 那如果占了地以后 没有用在那些用途上的 那之前给你的免税 也就作废了 必须呢 要补交更地占用税 紧跟着我们看 2017年考过的单选真题 下列占用更地的行为中 免征更地占用税的是哪些 他在这里问你的 是免征 选项A 停机坪占用更地 这个不是免征 而是减按每平方米两元 飞机场跑道 占用更地 也是减按每平方米两元 公路线路 也是减按每平方米两元 但是 军事设施占用更地 这个是免征更地占用税的 接下来 2018年 考过一个单选 下列占用更地的情形中 应 减征更地占用税的 是哪一个 在这里问你是减征 不问你免征了 选项A 医院占用更地 咱们刚才说了医疗设施 占用更地 也包括医院 这个应该是免征的 选项B 养老院占用更地 养老院占用更地呢 它属于社会福利 那一部分 它本身呢 也有免税规定 而减征的 我们看 停机坪占用更地 停机坪占用更地 减按每平方米两元来寄税 后面呢 是省政府批准成立的 寄工学校 这属于 学校教育机构占用更地 而且批准成立的 级别比较高 那么这种情况下 应该是免征更地占用税的 所以呢 如果问你减征是哪一个 应该选择选项C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单选例题 某农户有一处花圃 占地1200平方米 2019年10月 将其中的1100平方米 改造为果园 其余100平方米 改造自用住宅 而且呢 它确实是在规定的 住宅标准范围内的 已知该地适用的 更地占用税的定额税率 每平方米是25元 问这个农户 应缴纳的更地占用税是多少 我们看它原来 这个花圃属于更地 但是现在把其中的 1100平方米改造成果园 果园还属于更地 它没有改变更地的用途 那么这1100平方米 不需要缴纳更地占用税 但是那100平方米 它建造自用住宅了 农村农户 也就是农村居民 建造自用住宅 而且告诉你是在规定 用地标准之内 它也没有超标 所以呢 在计算更地占用税的时候 减半 这样呢 我们应该用100平米 乘上每平方米25元的 单位税额 再乘上50% 这是给它的优惠 这样我们算出 它应该缴纳的更地占用税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单选例题 因土地规模化耕种需要 农村居民张某经批准搬迁 搬迁前住宅呢 占用更地220平方米 搬迁后新建自用住宅 占用更地260平方米 当地 更地占用税税额每平方米20元 张某应缴纳的更地占用税是多少 因为这个是属于 土地规模化耕种需要 就把它原有的那个 住宅的那个地方给占了 规模化耕种了 它搬到新的地方 那么它原有的 平方米范围之内的 原有面积之内的 220平米 是要免税的 增加的面积 减半征收 更地占用税 接下来呢 是更地占用税的征收管理 这部分内容比较细碎 我们看一下 更地占用税呢 它是由税务机关来负责征收的 另外 更地占用税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是纳税人收到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办理占用更地手续的 书面通知的当日 而且纳税人呢 应当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 也就是拿到通知之日起的 30日内去申报缴纳 更地占用税 等于接到通知 30日内 它去申报缴纳 更地占用税 然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呢 凭着更地占用税的 完税凭证 或者它是免税的 情形的免税凭证 和其他有关文件呢 发放建设用地批准书 因此我们大家注意啊 更地占用税实际上是 你是先交税 才能拿到占地批准书 或者呢 你有免税的依据的 先相应的提供免税凭证 你才能够拿到 相应的占地批准书 它不是说先占地再交税 而是先交税 或者确定你是免税的 才能够拿到 它的建设用地批准书 纳税人因建设项目施工 或者地质勘探临时 占用耕地 临时需要占用耕地 应当依照规定 缴纳耕地占用税 纳税人在批准临时占用耕地 期满之日起 一年内 大家注意这里也是我们教材 今年新增加的内容 你临时占用耕地 在这说你也得先交税 然后你才能临时占用 然后呢 在批准临时占用耕地 期满之日起 它不是占地之日起 不是说你临时占用耕地 一年之内 是占用期先告诉你是多长时间 你临时占用三个月 还是一年 还是两年 它会有一个期间 期满之日起的一年内 依法复肯恢复种植条件的 恢复以后还能够去种植的条件的 比如你原来堆了很多 什么沙子水泥什么的 起码你把这些东西拿走 恢复种植条件的 全额退还以缴纳的耕地占用税 大家注意这里面 临时占用耕地的 一定记住 它是先交税 才能临时占用 然后是占用期会有一个期间 不管多长时间 是期满之日起的一年内 那个占用期有可能不是一年 但是是期满之日起的一年内 它复肯恢复种植条件的 全额退还 而不是部分退还 是全额退还 以缴纳的耕地占用税 这个知识点呢 大家也要稍微小心一下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多选题 下列关于耕地占用税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哪些选项 A 建设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生产设施 而占用农运耕地的 不征收耕地占用税 这是对的 因为咱们前面说的 占用耕地 它搞非农业的一些建设 才是需要交耕地占用税的 如果你占用耕地是农业建设 你还是用于农用途的嘛 那么在这里呢 我最喜欢说的就是占用耕地 我们确实搞了一个基井房 大家注意啊 是这个基 机械的基 打井的井 你搞了这个基井 等于机械化抽水 然后灌溉 你是为农业服务的 这种呢 就是不征收耕地占用税 但是如果你搞游乐场 它不是农业设施 那你占用耕地 就需要缴纳耕地占用税 所以我们大家注意 选项B 耕地占用税的 纳税有发生时间 为占用耕地的当日 这个特项对 但实际上是不对的 应该呢 是收到 自然资源管理部门 给他的那个 相应的 占用耕地的 相应的通知书的当日 而不是占用耕地的当日 所以在这呢 不是占用耕地的当日 是接到通知书 自然资源管理部门 给他的通知书的当日 接着 纳市人应当自 纳市义务发生 至起 三十日内申报缴纳 耕地占用税 这是对的 三十日是对的 接着选项地 纳市人 在批准 临时占用耕地 期满至起 三年内 依法复肯 恢复 种植条件的 全额退还 以缴纳的 耕地占用税 这个不对 不是三年 而是一年 所以这道题 正确的选项 是A和C 各位 东澳会计在线的学员 我们这一讲 很短小 耕地占用税呢 也要给大家 做一个小节 耕地占用税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注意一下 它的重点内容 一个是征税范围 什么是耕地 我们前面说了 有内含外延 甚至于包含鱼塘 再有呢 它的税率规则 人均占有耕地 面积越少的地方 然后规定的 它的定额税率 就越高 而且呢 耕地占用税呢 它的税额标准呢 也可以突破上限 去提升 提升的比例呢 是50% 此外 就是耕地占用税的 继税依据和税额计算 是纳税人实际占用的 耕地面积 税收优惠 我前面说了 每年必考 大家必须要把握 它的征收管理 也有规定的实现和手续 就比如说 我们刚才提到的 什么30日啊 一年之内啊 等等都是实现 以及相关的手续 另外 就是耕地占用税 和其他市场之间的关系 我们考生呢 也要注意把握 一个就是与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关系 纳税人新征用的耕地 是自批准征用之日期满一年的时候 才开始去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的 而纳税人新征用的非耕地 是自批准征用的次月期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的 因此耕地占用税也非常容易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组合在一起来出题目 第二呢 与土地增值税的关系 土地增值税呢 我们在后续那一章才能学得到 耕地占用税呢 是要记入房地产开发成本 成为计算土地增值税可扣除的因素 所以呢 我们知道耕地占用税啊 是记入房地产开发成本的 我们后面在学土地增值税的时候 还会见到这个税种 接下来给大家归纳两个土地税的简单比较 两个土地税呢 就是我们这一章 讲到了耕地占用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首先耕地占用税的开征区呢 是有耕地的地区 它是占用耕地嘛 另外它的纳税人的特点是占用者 而且呢是占用耕地 去搞非农业建设 或者去建建筑物构筑物 总而言之呢 是非农业的 它占用耕地 另外它的纳税环节是占用环节 一次可承 它是一次性去征收的 接着就是城镇土地使用税 它开征的区域是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 因为我们前面说了城镇土地使用税 开征区不包括农村啊 是城市县城建制镇工矿区 纳税人的特点呢 是土地使用权的持有保有者 你拥有土地使用权 或者你有争议的 你是使用者 总而言之 是土地使用权的持有或者保有者 它的纳税环节是持有期间 按年计算分期缴纳的 各位冬奥会计在线的学员 经过第123章和6789章 我们就走过了基础般50%的行程 路随远行者将至 我们继续加油 大家备考辛苦了 谢谢大家